阵风F-5实战超越F-35 10月初,法国国防部宣布 开始开发用于空军与海军的阵风F-5 就目的而言,阵风F-5就是要与F-35争夺国际市场 事实上,它的确有这个能力 按照法国的说法,阵风F-5的雷达、电子战能力都会更上一层楼 并且可以遥控隐身无人机,在战场上为自己掏一层保护盾 还可以携带法国正在开发的ASN-4G高超音速核导弹 只是在隐身战机时代,各国都在研发五代机 法国自己与英国也在研究六代机 那为什么法国还要深耕阵风?阵风F-5究竟有多强? 就目前的信息来看,阵风F-5服役到本世纪70年代 这点其实并不奇怪 美国空军也在继续接收F-15EX 各国也没有放弃四代机 毕竟一架战地强,使用费用比五代机便宜的战机 不可能说丢就丢 阵风F-5也不是阵风的最后一版 从服役到现在,阵风已经升级了四次 其中阵风F-1取代了法国航空兵的F-8 功能比较初级 虽然具备完整的对空能力 但缺乏对地攻击能力 部分武器系统还不够完善 F-2则是首批具备对地攻击能力的阵风 于2005年开始服役 型号初步完善 雷达、数据链和光电探测设备齐全 并且可以使用米卡中距空空导弹 以及空射导弹、制导炸弹等 阵风F-2服役之后 接替了超军旗的对地攻击 与军旗四的侦察任务 在21世纪前期 阵风就是法国航空兵唯一的固定一战机 阵风F-3版本于2009年服役 装备有源相控阵雷达与激光瞄准吊舱 可以发射打击半径500公里的斯卡普一机 以及当量30万吨的ASMPA 只是受限于射程有限的米卡空空导弹 阵风F-3并不能完全发挥雷达性能 这一时期的阵风 在性能上要落后于台风与F-16 在国际市场上不占优势 于是达索公司又将战机升级至F-3R 可以使用欧洲导弹公司的流星空空导弹 升级了座舱显示系统 并加入了自动仿撞系统与新电子战系统 印度 卡塔尔等国购买的阵风 都是阵风F-3R版本 F-4版本的阵风 2023年3月才交付法国空军空战训练中心 其更新了OSF红外探测系统 升级了雷达的对地合成孔径成像 与动目标识别能力 增加了天蝎座头盔显示器 驾驶舱显示器与通信系统也有所升级 还能主动释放主动雷达诱饵 增强空对空攻击和自卫能力 更重要的是 阵风F-4整合了卫星通讯能力 升级了数据电系统 加强与预警机 军舰 陆军指挥所等的互联互通的能力 态势感知能力更强 未来的阵风F-4还将换装新型米卡N机导弹 其更换为AESA导引头与双脉冲发动机 在体积重量基本不变的情况下 射程和性能远超老式的米卡导弹 红外导引头版本也升级为平面成像 预计2027年前后开始服役 阵风F-5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升级 阵风F-5的发展路径 算是各国空军比较统一的方向 也就是更强的态势感知能力 更好的武器并配备五人吊机 F-5版本整合了新的RB-12 X机数字阵列氮化架雷达 新的吊舱整合了现役的目标 远程识别光电系统吊舱 与战略空中侦察吊舱 并对阵风F-5着重强调电子战 以及对防空系统的压制能力 新的电子战系统不仅具备电子对抗能力 而且有电子攻击能力 防空压制则依靠新的反复射导弹 打架光靠防守可不行 阵风F-5可以与无人机协同作战 所以也增加了适配无人机的通信架构设计 机上的讯息处理能力也有所加强 其中在雷达方面 RBER XG配备了新的弹化架收发模块 并配备了新的数字结构 性能进一步提升 不仅可以远距离干扰其他飞机的雷达 与敌方防空系统的指示雷达 还可以使敌方轰炸机的地面跟踪雷达失效 在KA频段运行的时候 阵风F-5可以将太空部分 整合到协同作战中 加上其他平台的信息 阵风F-5可以实时更新目标的位置 以加强巡逻警戒能力 并进行实时警报 吊舱方面 阵风F-5的中波红外探测系统 最远可以探测200公里处的目标发动机 并追踪多个目标 光电探测系统 配备了一个可以180度旋转的光学传感器 可以在飞行中 从不同角度侦查一个甚至多个目标 除了以上这些 每一架阵风F-5都可以配备2-4架隐身无人机 也算是为6代机做准备 目前法国正在研发一款新型无人机 作为阵风的无人料机 可以直接由阵风的驾驶舱操控 该无人机 以打索公司之前开发的神经元无人机为基础进行研发 按照法国的说法 该无人机具备隐身能力 与人机协同功能的自主操控能力 可以携带武器 将采用专门的传感器和电子粘系统 以确保能够发现和对抗威胁 并可以持续升级 按照法国的计划 第一架无人机原型机将于2028年完成 随后进行一系列试飞 在2023年之前部署该无人机 而阵风F-5大约在2030年服役 考虑到在2040年才能服役的六代机FCAS 最初不具备核打击能力 所以阵风F-5也需要承担法国核战略的任务 也就是搭载核导弹ASN-4G 2014年的时候 法国就宣布启动新一代ASN-4G空射核导弹的研发 该导弹将采用超燃冲压发动机 最大射程提升至1000公里 飞行速度预计超过5马赫 目标则是7到8马赫 并且还计划配备新一代核战斗部 计划于2030年至2035年之间投入使用 除了升级性能外 法国研制阵风F-5 也是要夺回被F-35抢占的国际市场 那么它能做到吗 冷战的结束 加上2000年代后的经济不景气 法国的军费开支虽然降幅不大 但已经无法研制第五代隐身战机 更别提F-2A这种重型空优战机 在各国都在追求隐身 以及物俄战争爆发的影响 F-35的销量大幅增加 这就导致阵风战机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 即使是原先购买幻象系列的国家 也转头购买了F-35 面对美制飞机的攻势 法国不想坐以待毙 也不想放弃原本属于自己的市场 于是推出阵风F-5与F-35抗衡 面对美制飞机的攻势 法国不想坐以待毙 也不想放弃原本属于自己的市场 于是推出阵风F-5与F-35抗衡 只是现代空战的规则 大家也很清楚 先敌发现先敌发射 五代机对战四代半就是降位大机 那么作为四代半的阵风战机 要如何与F-35抗衡呢 就性能而言 阵风战机与F-35唯一的差距就是隐身 阵风的设计年代较早 并没有为隐身考虑 在基础结构已经固定的情况下 阵风即使继续升级 也无法成为类似F-35的五代机 毕竟AE86再怎么改 也无法成为法拉利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 阵风无法与F-35对战 AE86还能跑赢GTR呢 就性能而言 阵风的飞行速度要比F-35略快 加上之前爆的F-135超音速飞行时 冷却系统过热的问题 阵风在这方面占据一定的优势 装弹量方面 阵风属于绝对的优势 F-35因为隐身战机的原因 需要将导弹放置在内置弹舱当中 再携带两枚重型航弹 加两枚AM120 就装不下其他弹药了 相比之后下 阵风不需要考虑隐身 弹药随便带都可以超过F-35 如果用于执行常规轰炸 阵风的性价比更高 不考虑隐身的话 F-35也存在野兽模式 携带大量弹药 执行常规轰炸任务 阵风最大实际挂载略高于气吨 与F-35相比 只是如此一来 F-35的航程会降到1390公里 并且浪费了隐身能力 有些得不偿失 当然 与隐身战机比赛和有点耍流氓了 而重点还是在于 空战时阵风如何对付F-35 从现代空战来讲 近距离狗兜的情况非常低 大多都是视距外打击 真正决定优势的因素 就是雷达的探测距离 如果四代机装备了 能够在足够远的距离上 发现敌方隐身飞机的雷达 导弹射程又可以满足需求的话 实际作战时 的确与五代机有一战之力 而阵风刚好具备以上这两种能力 F-35这种隐身战机 只是在雷达上隐身 并不能做到红外隐身 利用红外探测系统 针对隐身目标 也是各国反隐身技术的 重点发展方向 恰好 阵风F-5的红外探测系统还不错 探测距离可以达到200公里 即使实际性能 无法做到法国说的这样 也无所谓 毕竟导弹的射程 也无法达到200公里 按照法国的想法 更强的主动防御能力 以及电子对抗能力 和电子攻击能力 可以使不具备 隐身能力的阵风战机 对抗F-35这种五代机 并且认为大多数的空战 都会在150公里之内 更远的射程也没有发展 所以米卡N机的射程 大约在120公里 发现打击阵风F-5都已经具备 同时阵风F-5还可以遥控隐身无人机 在战区为自己画一个保护圈 对战F-35并非不可能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这并不意味着阵风战具绝对优势 毕竟跨代作战也没那么容易 而且阵风F-5大约在2030年服役 这个时候美国的NGAD 或许已经处于中期研制阶段 F-35也已经升级为Block-4型 进一步提升了性能 同时阵风F-5也存在一定的问题 比如进化速度无法保证 新一代的米卡N机导弹 还需要等三四年才能用得上 新的雷达也还是PPT状态 并且没有拖曳式干扰机诱饵 ADM-160C这种电子战产品 还需要进一步进行完善 法国研制阵风F-5 并宣称其可以对抗F-35 更多的是为出口考虑 让买家有信心对抗五代机 比如印度采用阵风替换 美洲湖等战机 印度媒体也在追捧阵风F-5的性能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2030年之后 印度很可能会跟着法国空军 大量装备阵风F-5 以强化印度海空军 对抗五代机 甚至是六代机的能力 总的来说 阵风F-5想要碾压F-35 还不太可能 但抢占国际市场 大概率可以做到 新一代的雷达 红外探测器 对抗五代机 这些并非说说而已 加上购买F-35需要审批 体系太贵 以及当前订单太多的缘故 的确会有一部分用户 选择阵风F-5 此外 法国研发阵风F-5 也是为自己的六代机 FC-AS做准备 在新一代战机的选择上 法国跳过了五代机 选择与德国 西班牙一同开发六代机 FC-AS 虽然之前一直闹矛盾 但现在已经分工明确 2024年7月份 有媒体报道 法德西班牙等 欧洲下一代战斗机项目的 合作伙伴表示 在早期被内部分歧 拖延之后 FC-AS项目正在恢复发展 目前FC-AS项目的大致分工 就是达索航空 负责新一代战机 演示机的开发 同时负责模拟 飞机实验室的建设 和运营工作 欧洲军用发动机团队公司 负责基于 塞峰M88发动机的 新型发动机 德国空客公司 负责研制远程无人机 以及自杀式无人机的系统 并管理作战云网络的研发 英德拉公司 负责传感器的研发 西班牙空客公司 负责低可探测技术 也就是隐身技术 同时FC-AS项目 也有其他国家参与 比如比利时 已经作为观察员 签署FC-AS相关协议 为该项目提供资金 沙特皇家空军武装部队 未来能力委员会主席 哈迈德·阿拉姆里也曾表示 沙特希望成为FC-AS的 正式合作伙伴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FC-AS项目的传感器系统 在2028年左右 将搭载法国国防采购局的 福克100进行相关测试 远程无人机系统 也将在这次测试中进行 软件方面的战斗云网络 计划在2040年左右实现交付 并支持FC-AS形成 初始作战能力 只是想法很美好 实际还存在一定的困境 无论是发动机 无人机 以后战斗云网络 都需要进行大量的实验 法国可以借助阵风的升级 为FC-AS项目 提供一定的技术储备 总的来说 对于法国而言 阵风F5的升级 不仅扩大国际市场 也可以为六代机提供帮助 一具良德 在性能方面 阵风F5也可以与F35掰手腕 不过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一些法国媒体所说的 阵风F5可能会通过 改变机体形状来提高隐身性 将各种通信天线 集成到机体外板 搭载下一代对舰导弹 巡航导弹 与F35连接的战术数据链等能力 大概率不会存在 从目前的开发速度 和部署时间来看 这些性能 大概率会退迟到 进一步改进的阵风F6 或者是阵风F5的升级版 好了 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各位觉得阵风F5 可以超越F35吗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大家一起讨论 我是火力军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